這個有氣象局的 看數字 看它每小時多少MM 我們最後一個是文山那一塊 現在台北市是78MM 就是說每小時如果在78MM的雨量的話還可以忍受 我們也有在考慮說要不要再增加 不過那個後來在公務局長有時候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一個任期他想要把它提高到88 不過那個費用會多很多 所以目前台北市是這樣 每小時78MM以內的不會淹水 如果淹水就是我們系統上沒有去處理好 不過我們現在整個設計是78MM 市長你覺得賴斯利德有失眼嗎 因為他說這種雨下在哪裡都會淹水 不是啦 這個有氣象局的 看數字嘛 看它每小時多少MM 這個這樣啦 每一個城市都有它那個叫防洪標準 就雨量超過多少啊 設計 不過老實講我們這四年整個台北市 關於這個防洪有透過很多方式 包括那個海綿城市 就是我們以前都做硬撲面 就是不透水撲面 後來都有在修 所以我治水是個大學問 這有機會找彭仁森局長跟你們做專題演講 這我們花了很多力氣把整個台北市 老實講我們像去年那個大湖淹水還是淹 但是我們態度是一淹水一定要列管 一二三四 每個要修了要改進了 所以大概真的 現在整個台北市 我講78MM以下的我們大概都擋得住 真的超過78MM那就要討論 賴清德有失眼嗎 不要叫我逼平他 好笑